課本六十四頁 我需要你的課本 請你把課本打開到六十四頁的地方 y 等於 a 倍的 sin x 加上 v 倍的 cos x 總共我問你 這是兩個函數 正選函數跟余選函數 把它怎麼樣 疊合在一起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個單元 要學正選跟余選的疊合嗎 其實原因很簡單 等於兩個函數比較好處理 還是一個函數比較好處理 當然是一個啊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如果你能夠把它 合體變成一個的話 是不是就會變得很好處理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喔 欸 複習一下 如果要把它們疊合 我們要強迫把誰提出來 什麼東西要強迫提出來 a 平方 加 b 平方 開根號 對不對 係數平方合 開根號要強迫提出 然後提出來之後 安靜安靜喔 來 這裡是 sin x 然後乘上什麼東西 根號的 a 平方 加 b 平方 加 b 平方 分之什麼東西 a 再加上 來 這裡是 cos x 乘上 根號的 根號的 a 平方 加 b 平方 分之 b 這是一個蠻特殊的觀點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個點 這是這個點的s座標 這個是這個點的y座標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他會這個點你知道在哪裡嗎 我現在畫一個圓 然後你猜 我又要畫什麼圓 三角函數永遠脫離不了單位圓 好 來 你把這個單位圓畫上去 同樣的東西 我們會一直講很多次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觀念 大家都知道 單位圓的方程是 叫什麼 s 的平方 加 y 的平方 等於多少 對 加 y 的平方等於1 把它寫上去喔 這個圓半間是一單位 這樣可以嗎 那現在請教同學 我問你 這個p點是不是在這個單位圓上 對嗎 對啊 你說老師 為什麼這個p點會在這個單位圓上 你把它帶進去 我帶給你看好了 我怕你不會對不對 我把它帶進去喔 來 s 平方 所以你會得到 更號 後面不要聊天喔 a 平方 加 b 平方 分之 a 整個的平方 對不對 你看 再加上 y 的平方 叫做 更號 來 a 平方 加 b 平方 一分之 b 整個的平方 欸 你看喔 我把這個點帶進去 對不對 你看最後得到誰 分母是誰 欸這個平方更號拿掉 所以我隨便 a 平方加什麼 b 平方 然後這裡是 a 平方 這裡是 b 平方 加起來 a 平方 加 b 平方 所以同學我問你 等於多少 一號 這個點帶進去等號是不是成立 好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喔 來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單位圓上的動點 p 他的 s 座標 在三角函數裡面 有個新的身份 叫做 cos 什麼東西 c y 座標叫做誰 c c c在哪裡 把這個 p 點跟圓心連起來 野軸正向為止邊 這是一個有向角 來 這個角度叫做 θ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欸同學我問你 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分之 a 這個傢伙你根本就可以把它看成誰 他就是誰 他就是 cos θ 來寫上去喔 這個傢伙就是 cos θ 對不對 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分之 b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 sin θ 欸我上次是不是有講過這個東西 有吧好像有講過嘛 所以討論你看喔 a 倍的 sin 加 b 倍的 cos 他們的周期是一樣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疊合 疊合成什麼東西呢 根號的 a 平方 加 b 的平方 然後這裡是 sin 好 來同學你告訴我 sin cos cos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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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合角公式 所以這裡是 sin x 加還是減 加 加上什麼 θ 所以這裡的題目其實非常單調 同學關鍵在哪裡 強迫提出這個傢伙 只要強迫提出之後 後面就可以用 sin 合角公式 把它做合體 就寫成這樣 這樣聽懂嗎 欸然後這裡我覺得 還要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來之後總會看我這邊喔 我問你喔 如果是 a 倍的 sin x 請問你這個傢伙他的周期是多少 周期你知道 sin的周期是多少嗎 2π oh sin的周期是多少 也剩2π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疊合合體之後 他的周期怎麼樣 周期有變嗎 沒有 還是2π 他 x 前面的係數完全沒有變化 對吧 水平方向沒有做伸縮 所以周期不會變 欸那我可不可以問你 本來是 x啊 啊合體之後變 s 加 θ 這個 s 加 θ 這個加 θ 會導致他們的圖形有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欸這個 s 加 θ 這個加 θ 這個東西 對圖形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你要知道喔 是什麼樣的平移 左右還是上下 左右喔寫上去喔 這是影響圖形的左右平移 這樣可以嗎 對吧 這個加 θ 把 s 改成 s 加 θ 是不是左右平移 然後再來 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 如果你把它除過去 他會跑到 y 的下面 欸 伸縮倍數是不是看下面 所以這個東西你告訴我 這個傢伙是誰 根號 a 平方加 b 平方 影響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會影響它的震盪的幅度 對不對 牽直方向的伸長或壓縮 所以這個東西是 牽直的伸縮 寫上去 知道嗎 都跟我們之前學的有關係喔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除過去 他是不是跑到 y 的下面 伸縮倍數是不是看下面 這個傢伙就是伸縮倍數啊 對吧 牽直方向的伸縮 水平方向沒有伸縮 對吧 因為他 x 的係數一樣是 1 但是水平方向有平移 這樣你懂這個意思嗎 OK這個就是非常簡單的一個 我們目前高中選的這個叫什麼 鎮宇選的疊合 我們上次講到哪一題啊 我有每一題都講完了嗎 我講到哪一題你說 要講立題3 要講立題幾啊 看一下 要講立題3了嗎 好 這個立題3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重要 來 我帶你做 來立題3 你要跟著我一起寫喔 這題目給他三個讚喔 我們從第一小題開始做 他說要你求下列度函數的最大跟什麼值 最小值 這個叫什麼東西 y等於size 加上兩倍的cos 求這個傢伙的最大跟最小值 對不對 哎呀 我看看齁 好 所有人看我這邊齁 在鎮宇選的疊合 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誰提出來 係數平方合 該根號是把他提出來 我會慢慢講齁 來請問你 前面這個係數是多少 你要回答我 所以這裡是1的平方 寫上去喔 來後面這個係數是多少 2 所以這裡是2的平方 這樣沒問題 所以請問你 我是把誰提出來 我是把根號5提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後面要怎麼寫 你要注意喔 考試你這個一定要這樣仔細把它寫清楚 這裡是sinx 來請問你 我把根號5提出來 所以後面這裡要寫什麼 根號5分之1 沒錯 根號5分之1 寫上去 根號5分之1 然後加上 cosx寫前面 來請問你 根號5提出來 這裡要寫什麼 根號5分之2 根號5分之2 按這個 來 寫到這邊 有 有沒有意見 應該沒有吧 好 然後接下來 中學你仔細看喔 這叫sin對不對 這個叫做誰 這個交號叫做cos 來你把它控起來 这个家伙叫做cosθ 好,sincoscossin 所以根号五分之二 这个家伙就是谁 对,他就是sinθ 来写上去哦 诶,这样可以吗 那写到这里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把它叠合了 1的平方加2的平方是五对不对 开根号 所以来,这里是多套 这里是根号五 好,sincoscossin 请问你,这边是sin的什么东西 s加还是减 加,加什么 θ 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子,他就是 叠合了,可以吗 来,你先写到这边 这跟课本写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这个地方跟课本写的是一样的哦 可是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哦 诶,我觉得这个问题 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深入 来,我问第一个问题 来,你把这个问题写上去 请问,请问 θ4 来 第几项线角 写上去哦 然后我可不可以先问哦 诶,cosθ叫根号五分之一 这显然不是特别角 sinθ叫根号五分之二 这显然不是特别角 但是我应该可以问这个问题吧 诶,θ是第几项线角 诶,第一项线角啊 写上去啊,可以吗 对吧 第一项线,sin跟cos都是正的 这没有问题吧 对吧,cosθ指的是Y座标 诶,对不起,对不起,我讲错了 cosθ指的是什么座标 s座标,sinθ指的是Y座标嘛 s座标跟Y座标都是正的 你这个点,当然在第一项线啊 就是讲废话,对不对 来 第二件事情 诶,我这样讲 来,θ 你知道考试它会怎么考吗 大考它会这样考 θ跟45度 诶,我这样看哦 谁比较大,好不好 比大小 来,第二个问题 你把它写上去 请问你这个θ比45度大 还是比45度小 它不会是45度 因为如果是45度 这里应该是2分是更耗2 对不对 来,我给你一分钟 你想一下 请问你这个θ是比45度大呢 还是比45度小 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诶,你想一想看哦 诶,怎么看怎么看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看赛西塔就好 来,看看这边 请问你赛西塔是谁 更耗2分之2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然后,赛的45度 来,跟着我写 同学,塞的45度是多少 2分之多少 2分之更耗2 好哦 那你接下来会怎么去判断 这个θ跟45度 到底谁大谁小 诶,想一下想一下 这个需要小哦 这没有那么简单的哦 诶,这怎么看 其实这很简单 我教你啊 2分之更耗2 它又可以写成什么 来,你讲话 对,它可以写成 更耗2分之什么 1,对不对 然后,如果要比大小的话 我能不能让它有分子一样 这个是2,这个是1嘛 所以,更耗2分之1 我又可以写成什么东西 2更耗2分之多少 2 对不对 我这样写,你应该没有意见 对不对 这样写没有意见嘛 然后,2更耗2分之2 这个东西 我好像又可以把它写成 上面是2 诶,2更耗2 它其实是更耗几 更耗8 对吧 这应该不难 这应该不难 好,那现在同学 你稍微想一下哦 我现在分子都一样 都是2 但是我sinθ 我的分母是更耗5 我的sin45度来 我的分母是更耗8 诶,分母越大 代表这个数字就越小 对不对 所以我问你 应该是怎么样 他们的大小关系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 sinθ 会大于sin的45度 对不对 诶,当我的θ 在第一向线的时候 sin越大 代表角度就越怎么样 越大啊 所以请问你 θ跟45度比大小 到底谁大谁小 但是θ大于几度 45度 这样可以吗 好,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你要会做分析哦 这样吗 问题 诶,这可不可以 这可不可以 不会很难吧 等你,你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没有哦 那我们现在正式来回答 带我们下来的